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回之不去 是最初 最初 的遇见 我无声 押上你的牵引 流转在眼眸之间 若即我煎熬一声和声 你清晨火焰 你遇见世界 看惯多少次旋月却有缘 红颜飞去 手给你摆穿前回的缘 一时落叶纷纷 忍不住双眼 泪满尽 此情 无语 已沧海桑田 人群抹冷我 却已来不及 轻抚你柔情 苍穹聚散 淋湿了谁的下 但解析 满天 满天 浪夜 风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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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解药都还 流过 隐月 隐隐断封前 禁火 眉影 再续 前缘 自然大人 乖乖出来吧 这附近都是我们的人 你跑不了多远 明月 明月 不好 凝书中有些异常 明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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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掌山峰 你怎么回事 为什么我感应不到种子了 怎么了 怎么了 张山峰倒下了 我去 怎么又倒下了 没事吧 我引导数种散意的元气 顺着伤口进入体内 护住了她的心脉 死不了 那就好 对了 明月呢 不是她看着吗 不知道 你先照看她 我去追 怎么了 怎么了 山峰倒下了 怎么又倒下了 你们先照看她 我去追回灵树树种 怎么又晕了一个 明月也不见了 怕是遇到什么危险了 我去找她 没用的东西 三个元气劲 十七个战灵 两千暗灵卫兵 十万傀儡军 还抓不住一个子染 世尊大人绕命 若非是那张山峰突然杀出来 弟子已经情化那子染了 连张山峰这种废物都拿来当借口 要你们何用 冲往灵树圣帝的所有要当 都派人严加看守 只要他们还想种下灵树 就一定会去灵树圣帝 刺染那边你亲自带人追捕 是 离姬殿下 巫婆先生 离七 姐姐 你的声势还好吗 在休养一月便无碍了 还是小看了苍灵 想不到临死前一击 竟有如此威力 过来 最近感觉如何 身体还是有些稚呢 不过比之前好多了 可惜我手中的天机秘术并不完成 暂时只能做到这种地步 操纵生命 赋予生命 还是太难了 离姬能够再次醒来 已经很高兴了 等我吸收了灵树种子 定能让你完全复活 而且 我已经掌握了天机秘术 另外半步的下落了 就在地界击巧门 击巧门 嗯 这地界的击巧门 和曾经臭名昭著的天机楼 看来关系不一般呀 好了 我已经加固你体内的术了 多谢姐姐 姐姐 那些六支派的人 在灵界四处散布谣言 说您是不顾灵界存亡的大魔头 为了一己私利 想独吞灵树树种 本来只需要夺了地界的灵树 灵界便能安然无恙 但长公主 不知为何站在地界那边 若非如此 我又何须成为他们口中的魔头 可是 灵界书种 不也能给灵界带来新的生机吗 书种成熟至少百年 到时候这灵界 早就千疮百孔了 你要记住 岳祖 本就是我们静岳家的岳祖 若非静玉衡那个老家伙 将岳皇之位传给六支 一个灵生花化成的异类 也配代表岳祖正统 灵树树种 不过是他们夺不回 地界灵树的借口罢了 不要再被那些人欺骗了 把那些还支持六支的人都杀了 让他们知道 现在 我 静岳花 才是岳祖的岳皇 是 明月 明树 树种呢 明月呢 我记得明月 刺了我一剑 带着树种走了 什么 他带走了树种 什么 他刺了你一剑 我要去找明月 不要冲动 你可是差点被刺穿心脉 没想到居然是明月下的手 难怪整晚不见面 我还以为是追凶手去了 明月 为什么 如果是揍你的理由 我可以想说很多个 但也不至于下死手吧 我记得 我记得 上官明月 是悬崖皇族吧 嗯 倘若他想要让悬崖异族 重新呈办灵界 那灵树种子 便是足够的筹码 不可能 明月才不是那种人 就是啊 如果只是为了种子 他为什么要杀山峰呢 嗯 不好了 山峰哥和燃姐被通缉了 通缉 我一路追踪松手到附近的城池 嗯 谁知道 城里居然在通缉山峰哥和燃姐 嗯 就此理 怎么了 山峰赏金 怎么才一百零币 也就 两千个包子的价钱 嗯 先不管这个 有没有上官明月的消息 对 明月呢 没 到底发生什么事 实际上 什么 明月姐背叛了 没有背叛 明月肯定是有她的理由 或是像之前红月那样 因为水土不红体内 灵气发生变异 天国什么 你看看 入籍攻心了吧 赶紧脱下 我哪里还 睡得着啊 无论上官明月 出于什么理由 带走树种 二十天内树种都是安全的 怎么说啊 拿走灵树树种 无非三个理由 种树 吸收树种 以及毁掉树种 上官她 如果是为了种树 那与我目标一致 无论她是想要靠种树这个行为 获得什么 我并无所谓 而如果 她和静允花一样 想要吸收种子 获得力量 那也必须等种子 成长到一定程度 才能安全吸收 至少要到下一个月圆之夜 否则就会暴体而亡 那山芳哥为什么可以吸收 她只是吸收一些 树种自然散意的元气而已 能吸收这个 我猜和她的斗魂有关 嗯 山芳的斗魂是海纳百川 那如果明月姐 是想毁掉灵树种子呢 种子内蕴含庞大的灵气 除非是长公主那种 半神级别的存在 否则轻易毁不掉 好混乱啊 说到底 为什么你们要弄这个种子呢 这件事 得从很久之前的日月之战说起 曾经灵界有两大势力 悬崖和月族 双方都为了统一灵界 而征战不休 最终 一场在灵树圣地的大战爆发了 大战导致灵界灵气失衡 灵树迅速枯竭 灵界开始坍坍 虽然想了很多办法 但是仍然没有办法复活灵界 而这时候 有人提出了抢夺地界灵树的事情 后面的事情你们知道的 从地界取得灵树灵业之后 六支陛下便献祭自己化为灵树术 我们回到灵界之后 就发现了静月族的人竟然开始夺权了 不过赶着把种子种下 所以暂时不打算离婚 谁知在灵树圣地遭到静影花的袭击 后来苍林为了拖住静影花 留在了圣地 而我 带着种子逃跑了 然后在逃亡的过程中 从追杀的人嘴里得知 现在月族已经在静月家控制之中 总之灵界形势就是这样 你们懂了吧 懂 懂了 但没完全懂 按说着静影花大魔头一个 为什么月族这么轻易就被他掌控了 月族的月皇 几代以前都是静月家的人 但是 上任月皇 却把月皇的位置 传给了六支陛下 而静月家势力根深蒂固 六支陛下再爱好 现在一出事 他们立刻就出手了 总之 当务之急 我们必须搞清楚 上官明月在哪里 在那之前 将灵树种子拿回来 为了不让灵界人 再把主意打到地界 我希望你们可以帮我 不过 目前没有线索 只知道明月姐 朝东南方去了 看来 还是得靠你胖野武 这是 能够用灵力充电的笔记本计算机 我写了一个 能够定位斗魂的转件 你还有这本事 让你们见识一下地界的科技 怎么样 开机密码有点复杂 现在就启动软件 这 怎么了 没有网络 有 谁啊 请问玄月殿下在这里吗 什么月 玄月 没这个人 你找错地方了 谁啊 敲锁门的 吓我一跳 都说了没这个人了 我能感应到 皇家徽章就在附近 可以让我进去看看吗 你 这人 岳祖 谁啊 我不知道啊 有皇家徽章的反应 喂喂 你差不多得了哈 怎么连一个丑男都不放过 为什么皇家徽章会在你们这里 玄月殿下呢 什么玄月殿下 这是明月姐的东西 哦 那么 这位明月在哪呢 你谁啊 为什么要告诉你啊 为什么 因为 因为我比你们强 现在告诉我 公主在哪 你们把她怎么样了 我也想知道明月去哪了 别动 不然我要她人名落地 公后多时了 明月姑娘 看来现在应该叫玄月公主 东西我带来了 她人呢 请随我来吧 请随我来吧 我来说明月公主 我来说明月公主 你没想到 我来说明月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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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么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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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